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中美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对峙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点事情很重要 就是要测试出对方的底牌或者底线在哪里 如果知道了对方的底牌和底线 那么呢就在战略上会占据主动 如果你要不知道对方的底牌底线 那就是战略对峙的时候一头露水 不知道这个对抗的牌应该怎么样打 所以现在美国就很想知道 北京的底牌底线到底是在哪里 不久前北京扬言说不忍了 要和美国公开翻脸要掀桌子 北京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跟北京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会谈 在前些天呢 一架解放军的战斗机 还拦截了美国的侦察机 一艘解放军的军舰在台湾海峡又拦截了 一艘正在台湾海峡航行的美国军舰 这些事情看上去好像表示 北京真的要彻底翻脸 彻底要掀桌子 要和俄罗斯北朝鲜那样 和美国正面进行对抗了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就需要测试一下北京的底牌到底在哪里 也就是说北京这么做 它的底牌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美国呢 还是真的是北京下决心了 要和美国正面对抗 北京的这两种情况的底牌 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美国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不同的话 就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对策 如果北京的底牌就是一个虚张声势吓唬一下美国 实际上根本不敢和美国进行正面的对抗 那么美国对北京的对策就是一种情况 如果是北京的底牌是真的下了决心 要和美国正面对抗 那么美国对北京的对策又是另外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时候美国就要测试一下 北京的底牌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他的制定国家战略的必要 也是需要测试一下北京的底牌到底在哪里 那么美国怎么来测试北京的底牌在哪里呢 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到北京去访问 就是要完成这一次的底牌测试 据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刚刚不久前宣布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至19日访问北京 美国方面也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将于6月16日至21日访问中国和英国 美国官员表示 华盛顿并不期待这一次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会有什么突破 但只是希望与北京保持一个高层沟通的渠道畅通 减少误判的风险 美国方面表示 预计会在台湾和乌克兰问题上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 芬太尼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前 布林肯先和北京外交部长秦刚通的电话 据今天6月14号中午新华社的消息 北京时间6月14日 国务委员间外长秦刚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但是新华社的新闻稿中只有秦刚一个人在说话 对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电话里说了什么话 只字不提 这就让人感到很奇怪 既然是一个双方通电话的新闻稿 那对方说了什么话居然只字不提 那就不能成为新闻稿了嘛 为什么北京不提对方说什么话呢 这就叫做骑虎南下 就是北京连对方说了什么话 他都没有办法来说了 以前对汉语中这个骑虎南下的成语 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 总是看不到一个现实的例子 现在北京就给我们一个现实的例子 什么叫骑虎南下 就是目前在中美关系问题上 北京真是处于一个骑虎南下的状态 这里就看一下北京新华社新闻稿中 北京外交部长秦刚都说了一些什么话 新华社的新闻稿很短 只有250多个字 这里就全文引用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北京时间6月14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秦刚指出 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是清楚的 中方始终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关切 产明了严正立场 强调美方应与尊重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方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希望美方采取实际行动 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 及美方有关承诺 同中方相向而行 有效管控分歧 促进交流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止跌其稳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秦刚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电话里说了什么话 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但总的调子就是 北京向美国服软求和 秦刚说 希望美方采取实际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止跌其稳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这就明显表示 北京还是希望和美国重归于好 还要想回到从前的那个关系 回到过去所谓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这样就把北京的底牌测试出来 也就是北京前一段时间 对美国所谓的强硬 就是一个虚张声势 只是吓唬一下美国而已 也根本就是说 北京并没有下决心 要和美国进行正面对抗 或者说北京也不敢下这个决心 测试出北京这个底牌 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北京没有胆量 和美国进行正面的对抗和较量的话 美国在很多情况下 就不必考虑北京的反应 就可以放该手脚干 根据美国方面的报道 北京外交部长秦刚在电话中 把中美关系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一切都归咎于美方 秦刚这样的说法 也就是向美国求和求友好的一个表示 北京说中美关系的困难 一切都是因为美方造成的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 北京是想和美国友好的 只是美国方面制造困难 让北京想跟美国友好 也不能友好 所以北京方面越是说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 一切原因都是在于美方造成的 这就越表现出来 北京要想和美国要讲和 要想友好的迫切行李 现在美国比较担心的 就是北京和俄罗斯联手 来共同对抗美国 前两天6月12号是俄罗斯的国庆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发出祝贺 金正恩给普京的贺点中说 我愿与你紧密携手 进一步巩固战略合作 金正恩还说 顺应新时代要求 不断升华发展两国合作关系 是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金正恩这就是表示说 北朝鲜要紧紧和俄罗斯抱团 要和俄罗斯共进退 北朝鲜誓言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但是在军备方面还是很发达的 最近北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一些常规武器 比如炮弹之类 也是帮了俄罗斯不小的忙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已经证实朝鲜在去年11月 就完成了一批武器的交付 包括为俄罗斯的雇佣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提供步兵火箭弹 和反弹和导弹等等 美国国务研发人说 我们担心朝鲜正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 所以现在美国也很担心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 这样就会大大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方面的力量 美国和西方国家就会比较难办 当然了 如果是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 那就是等于北京和美国西方国家彻底翻脸 就是要和北朝鲜一样 要和美国正面对抗 那么北京有没有这个胆量和美国正面对抗较量呢 或者说敢不敢下这样的决心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当场测试一下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牌 北京的底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布林肯跟北京外长秦刚的电话中 基本上是测试出来的 也就是说呢 北京是不敢和美国西方国家彻底翻脸正面对抗的 不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的支援 他只敢做一些小动作 或者是从侧面侧应一下俄罗斯 吓唬一下美国和西方国家 吓唬一下台湾而已 不过呢 北京在反美的轨道上会走多远 敢走多远呢 这也是美国需要进一步测试一下 所以这一次布林肯访问北京 就是测试这个北京的底牌一个好机会 如果这一次布林肯访问北京的时候 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会见的话 那就说明北京是急于想和美国求和友好 这是北京最软的底牌 如果这次布林肯访问北京 习近平没有亲自会见 而是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 这也说明北京是急于想和美国求和友好 也是北京相当软的底牌 如果这一次布林肯访问北京 习近平不见 李强也不见 而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 或者说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 丁薛祥出来见的话 那就说明北京不是特别急于和美国求和友好 这是北京比较软的底牌 如果这一次布林肯访问北京 没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见他 只是外交部长秦刚跟他会见的话 那就说明北京是不太急于和美国求和友好 就是北京相对比较硬的底牌 但是这个所谓比较硬的底牌 也是说北京不敢和美国正面对抗 不敢公然向俄罗斯提供军数援助 这一点就是毫无疑问的 总而言之 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测试北京的底牌 测试一下北京到底敢不敢和美国正面对抗 现在北京的底牌基本上是测试出来 就是说北京是不敢和美国正面对抗 这也说明拜登在外交方面还是老奸俱华的 习近平和拜登玩外交 那还是差的一大截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对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